嗨 大家好 我是萊斯特 今天是大家敲碗很久的工作介绍系列 这个系列已经一年多没有更新新的影片了 但是我看蛮多人都有在之前的影片底下留言 或是用IG私讯我说 想要了解半导体制程工程师的相关问题 所以我在今天的影片就会跟大家讨论 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半导体制程工程师 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工作内容又包含哪些 而最重要的薪水又是多少呢 首先到底什么是制程工程师 晶圆厂在生产线上 有操作员在操作机台仪器 有设备工程师负责维修跟保养机台 有厂务工程师负责管理工厂内的水电排气等等 还有制程整合工程师负责协调生产线上的运作 以及与对外客户的沟通 当制程整合工程师跟客户确定完产品规格的时候 就会定义出一套的生产流程顺序 俗称为Process Flow 而各家的制程工程师就必须按照这个顺序 将机台的制造生产参数最佳化 使得每片晶圆都能够被加工制造成为符合规格的成品 同时也必须要跟设备工程师确认机台状况是否正常 制程就像常常听到的黄光石刻扩散薄膜 还有化学机械研磨等等的模组 至于制程工程师的工作内容 就是协助解决制程方面的问题 在全面考量材料成本产品规格等因素 制定出最佳化的产品制程参数 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跟生产品质 在生产过程中一定会因为机型的不同 而机台放置的位置不同 跑货产品型号的不同 而产生出所谓的机差 因此每件产品生产出来 或多或少都还是会存在一些参数的差异 这些参数的差异有可能是模后 或者是尺寸大小等等 如果这些参数已经超过规格的上下线 我们称为out of spec 那么制程工程师就要针对这个问题 下对应的对策 虽然听起来制程工程师要处理很多很多的杂事 在这边我列出七大制程工程师最主要负责的事项 第一个是燕机 在新机台还没被release出来跑货之前 必须负责新机台制程的检测 以便新机台能够稳定生产 而且符合产品规格 验收新机台与新设备 评估制程风险并且进行测试 第二个是建立跑货的程式 就像刚才上面有说到的 制程工程师要确保制造出来的成品都能符合规格内 因此就必须要去制造机台端 还有量测机台端建立相关的跑货程式 我们称之为recipe 目的就是要及时知道这个制程是不是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个是在制造机台端的参数校正跟调整 在定义出各站点的规格之后 如果有遇到任何偏差状况的时候呢 把这些偏差问题解决掉 第四个是持续的cost down以及second source的导入 当量产维持一段稳定的时间之后呢 就必须考虑节省成本 以及评估second source的材料导入 评估新的原物料或零件 由于换上新的原物料或者是零件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各项的制程参数 所以如何在导入这些变更之后 还能够维持稳定的量产 就是制程工程师一大很重要的课题了 第五个是持续的做制程改善 我们俗称为CIP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 这个部分主要是要用来解决客户端出现低良率问题 或者是生产线端缺陷数偏高的问题 或者是要提高生产的产能等等 藉由制程参数的进一步优化 消除不良品的制造而改善生产流程 第六个是SPC Chart的监控与改善 对下游客户来说 他们都会希望看到机台内各项参数的SPC Chart 以便知道他们家自己的产品 在各项的制程机台上面出来的稳定性 那SPC这个专有名词 会在之后的专业术语影片当中会做更加详细的介绍 第七个最繁荣的事情就是要去解whole lot 货批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是out of spec 或者是有一些异常 而把货批拦下 无法往下一个生产站点移动 我们称之为whole lot 那制程工程师就要去厘清问题 判断说这些lot是不是可以往下跑货 那以上出现的一些专有名词 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做更加详细的介绍 请大家期待一下啰 那接下来聊聊制程工程师必备的技能 第一个是利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的手法 俗称为FMBA 来评估调整制程的风险 在产品刚刚导入的时候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寻找各种失效的可能原因 在执行过程中 它是利用每项失效模式发生的严重程度 发生的频率以及可以侦测的程度 来进行综合的评比 给予评分以便能够及早发现问题 并且缩短改善流程的时程 第二个是有效且快速的实验设计 BOE 制程工程师必须针对生产异常或者是缺陷数偏高的状况 进行真因分析 或者是要找出最佳的Recipe参数 所以有系统性的设计实验是很重要的一项技能 另外还要具备有分析问题的判断力 解决问题扎实的执行力 还有清楚的逻辑思考能力 再来是制程工程师的普遍薪资待遇 通常薪水的高低取决于学历 目前普遍晶圆厂的起薪大概落在 5万到6万元间 如果有工作经验则是用年资另外再谈 因此年薪的范围通常落在80到100万之间 当然如果你想进入的是护国神山 那120万以上的年薪是绝对跑不掉的 那制程工程师该如何准备面试呢? 如果是社会新鲜人 就把硕士论文与制程相关的地方特别强调 强化相关的背景优势 把实验的专业技能展现出来 接着是人格特质的部分 建议用关键字的方式导入履历当中 比如说是谨慎细心或是反应快速这种字眼等等 如果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 把以前的工作经验表现 用数据化而且有量化的方式来呈现出KPI 解释自己如何达到这个成效的手法与流程 积极地产现出你为公司带来的 这些额外的价值产出 那制程工程师的学历科系要求 大多是化学工程材料科学或是化学相关科系等等 而且尽量是读完硕士班再进去比较占优势 因为新鲜人刚进去公司的值等与学历有非常大的关联 如果你只有大学毕业的话 那刚进去的值等绝对是助理工程师 而且之后未来的升等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最后来聊聊的是制程工程师的未来发展吧 第一个是可以往制程整合的方向去走 凭着对制程的专业背景 再去深入强化电信的分析 往制程整合工程师这一路去走 那第二个呢就是往外商设备龙头 像是硬材啦 艾斯摩尔啦 或是LAM等等的设备商也是不错的出入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介绍 半导体制程工程师的所有内容啰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建议 还有想听什么关于更多科技业的介绍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喔 我是莱斯赫 我们下一支工作系列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